從中國返臺在苗栗縣住家 進行居家檢疫的男子 預計九號就要解除隔離了 沒有想到今天被親友發現 陳時無內 指揮中心發言人 莊仁祥做出了說明 這名三十四歲的男子 從四月二十五號入境 就開始居家檢疫 也沒有回報異常的狀況 不過到了六號下午 親友要送餐過去 打電話卻沒有人接 發現不對勁 通報了一一九 卻不幸發現 已經在家中身亡 之前也曾經有菲律賓返臺的國人 在檢疫旅館過世 採檢後確診